三分钟读心经时期 无名 一无无名静 无名是指不知一时心之虚幻 只为时不坏我 因而产生迷惑和烦恼的根源 无名为十二因缘 一无名 二行 三十四 名色 五六入 六触 七受 八爱 九曲 十有 十一生 十二老死之手 一切苦之根本 是指心因为滞留各种相而产生 的执着 这些执着覆盖了真如本性 仿佛蒙蔽日光的黑点 例如贪 嗔 痴等都属于无名的范畴 大乘佛法将无名分为两个部分 一一念无名 在最初无妄想的状态之中 突然会有一念烦恼产生 由于这一念心动 就导致众生继续受生 而轮回生死和二 无始无名 只对法界 识相如来藏的智慧一无所知 因而直接或间接影响众生 不能成就般若智慧功德与解脱生死 以及究竟圆满成佛 在佛教的十二因缘 十二因缘生习法中 描述了生命轮回和苦难产生的因果链 一无名 由过去世的烦恼所引起的疑惑 它遮蔽了我们对真实本性的洞察 因此被称为无名 二 行 过去是通过身体 言语和心灵所造作的一切上的行为 包括身形 口形和心形 三 时 夜时 及与行为相关的意识 涉及到佛教中所说的八时 四 名色 包括名和色脸部分 其中 名指的是心 它只有概念而没有物质形态 色指的是身体 特指从脱胎到第五个期日 身体各部分如手脚等已经形成的阶段 六 乳 在名色之后 各种感觉器官和思维功能已经产生 即六根 眼 耳 鼻 舌 身 翼 六 触 出生后至三四岁时 六根虽能接触外界的六臣 色 生 香 味 触 法 但尚未形成苦乐的感受 七 瘦 从五六岁到十二三岁时 六根能够分辨六臣中 但尚未产生贪欲 八 爱 从十四五岁到十八九岁时 开始贪求享乐等境界 但追求尚未广泛 这种情感被称为爱 九 曲 从二十岁以后 贪欲增多 到处追求感官的享受 这种追求被称为曲 十 由 追求感官享受而引起的上位业 这些阅历累积并牵远 导致在三界 欲界 色界 无色界中产生存在的状态 十一 生 由于现世的上额之业 未来世还在六道 地狱 恶鬼 畜生 修罗 人 天 和四生 胎生 卵生 狮生 师生 化生 中兽生 十二 老死 在未来世受生之后 随之五蕴 色 瘦 响 响 行 食 之生的成熟 身体开始衰老和败坏 最终导致死亡 这十二因缘相互依存 形成了生死轮回的循环 通过理解并断除无名 可以逐步解开这个循环 达到解脱苦难的境界 因为有无名 而无名原形 行原实 诗原 名色等 这一系列的痛苦源头 都是从无名来的 无名就是我直 极不明白我 对自我的无知导致了我直 佛教修行者通过学佛 看透 可以彻底铲除无名 无名灭则行灭 行灭则食灭 处 受 爱 去 生 老 死 有悲苦 老 灭 无名是不知一时心之虚幻 只为食不坏我而产生的迷惑和烦恼的根源 它涵盖了贪 嗔 痴等多种烦恼 修行者通过消除无名 达到对事物真相的明了和认识 进而达到心灵的自由解脱 无无名则意味着没有这种混沌 不明了的状态 也就是达到了对事物真相的明了和认识 消除了烦恼的根源 一无无名尽 尽 在这里表示穷尽 终极 一无无名尽的意思是说 不仅消除了无名这种状态 而且连无名的终极或穷尽的概念也不存在 这进一步强调了对于烦恼和痛苦的彻底超越 达到了一个无有烦恼 无有执着的禁忌 通过消除无名这种状态 进而消除了对无名的执着和追求 达到了一个超越烦恼 无有执着的禁忌 这是佛教修行者所追求的一种心灵状态 也是佛教教义所倡导的核心价值观之一 作词 是检查真来查看 是检查真来